其實我自己真心就是還沒有跟台灣人交往過 那因為在這個階段還沒有確認關係 所以呢其實你是可以有多個不同的約會對象的 所以說其實你還蠻難斷定說 欸我跟他到底是幾月幾號在一起的 確定男女朋友關係啊 這件事情其實是非常模糊不清的 是不是打破了幻想真的很不浪漫 哈囉大家好我是沛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一個就是 我自己常常被朋友私底下問的問題 自從我家的第一個歐美男友之後 就是和外國人交往和我們亞洲人有什麼不同之處呢 那為什麼要說亞洲人呢 是因為其實我自己真心就是還沒有跟台灣人交往過 所以我想用台灣人就有點太狹隘了 所以我們就統稱亞洲人 那今天提到的這些不同之處呢 其實都是我自己覺得還蠻根本上觀念上的不同 但是畢竟交朋友其實就是開心就好嘛 所以呢大家也不用想說 今天提到這幾點就是一定可以100%的套用在所有外國人身上 只是我自己呢這些親身的經歷呢 稍微統整一下 給大家比較一下這些比較客觀的不同之處 那如果呢這個影片呢大家還蠻喜歡 對這個主題感興趣的話呢 我就可以來分享一下我自己的約會爛事 那在影片開始之前呢 不要忘記幫我訂閱這個頻道 還要開啟小鈴鐺喔 那也不要忘記到我的Instagram Follow我的最新動態 那第一個呢我自己覺得最重要 而且也是一定要知道的不同之處就是 階段上的不同 那為什麼這個很重要呢 因為這其實是一個認知上的不同 所以如果你要中途跳出這個影片的話 也請聽完這一段再跳出好嗎 那亞洲人呢大部分都是認識之後呢 如果覺得互有好感啊 覺得有想要往男女朋友這個方向前進的話 就會先確認關係 之後呢再開始發展男女朋友之間的關係 那在確定男女朋友關係之前的互動呢 頂多就是尤達以上 戀人未滿 還是以所謂的朋友之間的那種互動為主 但是外國人呢比較不一樣的是 他們認識了你之後要是有好感 他們就會漸進式的呢 進入一個交往模式 那交往了一陣子之後呢 如果覺得說兩個人相處的那個模式啊 跟那種感覺都還蠻舒服還蠻適合的話 他們才會想要進一步的呢 去確認這個男女朋友之間的關係 因為對他們來說啊 男女朋友這個成為啊 還不是誰都可以有的 不是說今天我們兩個互相有好感 互相喜歡 我們就稱彼此為男女朋友 NO 他們所謂確定男女朋友的關係呢 就是說他們對這段感情呢 是有承諾的 是往一個比較認真的方向去 所以外國人呢 其實還蠻不懂我們亞洲人常常會說 誒我們是以結婚為前提在做交往 他們就會覺得說 啊交往本來就是一件很認真的事情啊 什麼叫做以結婚為前提在交往 其實呢這一點呢也是我一開始就是最不適應的一點 就會覺得說 誒我們明明就是兩個人之間那種互動就是很像男女朋友啊 可是就是卻又一直沒有確認關係 但是我後來覺得說其實這樣子也蠻好的 與其rush into a relationship 我們應該就是要好好的花時間 認識眼前的這個人呢 到底是不是我們真的喜歡 就並不是一時衝動 然後呢也是適合走長久的對象 之後才決定了要踏入一段比較穩定的感情 不然我以前在台灣念大學的時候啊 就有一些朋友就是會交個什麼 一兩個月的那種男朋友 然後後來就是因為不適合就分手 那為什麼會這樣呢 就是因為他們當初認識的時候 並沒有花什麼時間去了解彼此嘛 那就是真正當了男女朋友之後才了解彼此 發現誒不適合然後就分手了 然後就莫名其妙的就可以累積成 曾經可能有過十幾個前男友 十幾個前女友這樣 但是啊如果你在國外 你問外國人說誒你有幾個前任 大概的那種答案都是只有幾個 就是那種五根手指頭數得出來的 因為就是要成為男女朋友也是不容易啊 所以呢總結就是 亞洲人的戀愛發展進程呢 是1.認識 2.確認關係 3.發展關係 那外國人呢則是 1.認識 2.發展關係 3.確認關係 那剛剛提到說 整個發展的這個順序呢 都完完全全不一樣 那我到底要怎麼知道 我現在是在哪個階段 我現在是在什麼樣的狀況啊 那用來形容男女之間情感的英文方法呢 真的是889 那我們現在就來 一一揭曉吧 首先呢你認識了一個 你還蠻感興趣的對象 代表呢你認識了一個 就是你還蠻有好感 而且感覺不凡的人 但是你還不太確定他的個性啦 成長背景 還有價值觀 但在頭幾次的見面呢 可能是在工作上啊 或者是朋友之間的聚會啊 你都覺得那個感覺 那個vibe 感覺還不錯 然後呢你也非常好奇 也非常有興趣呢 接下來會有什麼樣的發展 這個階段呢就是 I've met someone 你已經遇到了一個 你覺得還蠻特別的人 那接下來呢 就是你們有了一些私底下的互動 例如說你們可能會約出去吃飯啊 約出去喝咖啡啦 約出去聊天散步啦 雙方呢感覺是非常的不錯 而且聊天呢 一來一往 每一次約出來之後呢 也會繼續再約定下一次 我們什麼時候在見面啊 沒有見面的時候呢 也會就是你知道 傳個訊息啊 問候一下啊 小聊一下啊 這樣的互動呢 持續一陣子之後呢 幾乎就是可以確定 你們現在就是在一個 約會的階段 那這個階段呢 英文就是說 We are dating 就是我們在約會 那或者是你可以說 Oh I'm seeing someone 就是說我目前現在是有一個約會的對象 那這個階段呢 也就是我剛剛第一點提到的 所謂互相認識 互相摸索的一個階段 Getting to know each other 那這個階段呢 應該是成為男女朋友之前呢 最長的一個階段 那這個階段呢 會持續多久 其實真的是因人而異 有些人呢 就是一個月 他就覺得說 喔我都很了解了 我覺得OK 就是可以去確認關係 那有些人可能要長達啊 六個月啊 一年的時間 那因為呢 在這個階段呢 還沒有確認關係 所以呢 其實你是可以有 多個不同的約會對象的 What 這個對外國人來說 並不算是劈腿 只是說我就是 你知道同時約會多個對象 然後最後選一個 我自己最喜歡的 那對我們來說也是一樣啊 如果現在在跟一個人約會 然後呢 我就覺得說 嗯我不太確定 不太知道 就是我們兩個到底合不合 那當然如果同時有其他的追求者 你也是可以和他出去約會啊 吃飯啊 咖啡酒之類的 因為有一些人啊 你剛認識的時候 就會覺得 嗯那感覺還不錯 但是呢 約過幾次出去之後 發現欸其實參觀不太合 或是欸其實沒有聊得很來 那這個時候 你就可以hold住打聽 不會再繼續聯絡啊 或者是可能就慢慢就比較少約出去這樣子 那如果彼此這樣子約會啊 相處了一段時間之後啊 覺得說 欸我覺得他真的是我適合的對象 覺得說他真的是可以 長久走下去的對象的話 我們就可以說 Oh she's my girlfriend He's my boyfriend 或者是 We are in a relationship 就是比較傳統的說法 那我自己個人呢 最喜歡的是 We are exclusive 就是 我們兩個就是獨有給對方的 就不會給其他人 意思就是我們兩個就是正式的男女朋友 那我覺得啊 我們亞洲的女生啊 就是很容易 就是剛開始認識的一個人 覺得還蠻有好感 之後就是很想要一頭摘下去 很想要幫女朋友 但是我覺得這個階段 其實是很值得好好珍惜的 因為你可以真的好好去看清楚這個人 認識這個人 不要就是說你什麼都還不知道這個人的家庭背景啊 的價值觀啊 什麼這些的 你就直接這樣一頭摘下去 後來變成男朋友之後發現 欸其實不太適合 然後又要分手 就會覺得說 要有點捨不得 然後又覺得說 啊這交往一下下 這樣就是很怪之類的 所以我覺得呢 大家可以好好享受這個約會的階段 我覺得呢 這個也是我本人就是 最享受的一個階段 就是因為這時候 你就可以去一些 好吃的餐廳啊 去看展啊 去博物館啊 就是做一些那種休閒娛樂 然後透過這些事情呢 去認識這個人 所以我覺得呢 這個階段呢 其實是一個 真的是還蠻重要的 而且呢 千萬不要想著說 對方到底有沒有把我當成女朋友看 你應該要想的是說 我想不想要把他當成男朋友看啊 就好像你去面試一份工作一樣 大部分的人都會覺得說 我很想要這份工作 我希望我可以留下很好的印象 我希望這間公司會請我 但是你有沒有想過 你去面試的同時 也是你在看這個公司 你喜不喜歡 你喜不喜歡他們的文化 喜不喜歡他們的氛圍 喜不喜歡他們辦公室的那個感覺 你去面試的經理 是你以後想要為他工作的那種人嗎 你跟他會不會合不合的來 同時也是你在觀察對方 所以我覺得這個階段呢 就好像是面試一樣 就是 你觀察我 我也觀察你 所以呢 我覺得我們不要太把重心放在說 對方覺得我怎麼樣 重心呢 應該是要放在 我自己覺得對方怎麼樣 那接下來這一點呢 我想可能很多人都會非常的不習慣 我自己目前還是有點在調適當中啦 就是沒有表白 沒有紀念日 不會幫你拿包包 不喜歡過節 飯前各自出 那為什麼沒有表白呢 那因為他們就是直接交往模式下去啊 在亞洲我們有告白 是因為我們需要一個儀式去表明我們自己的心意 那在告白之後呢 不是在一起就是被拒絕嘛 但是外國人他們就是想要先相處 先交往 然後才決定到底要不要當男女朋友 所以說對他們來說 當然你就沒有 告白這件事情啦 為什麼沒有紀念日呢 那所謂紀念日就是 喔 這一天是我們認識的嘛 這一天是我們在一起的 這一天是我們第一次接吻啊 這一天是我們第一次啦啦啦啦 之類的 我真的想起來 我以前也超愛紀念日的 現在想起來都好像是那種幾百年以前的事情了 但是因為 again 階段性的不同 所以說其實你還蠻斷定說 欸我跟他到底是幾月幾號在一起的 因為就是先交往模式 但是交往模式開始那一天嗎 好像也不是啊 但是確定男女朋友關係那一天嗎 可是其實說實在的 確定男女朋友關係啊 這件事情其實是非常模糊不清的 大部分的時候呢 都是男方隨口提說 喔 She's my girlfriend 然後就會覺得說 喔 我現在是已經被認證成女朋友了嗎 或者是去跟朋友吃飯的時候 互相稱彼此為對方的 喔 男朋友女朋友 那時候才會覺得說 喔原來我們已經就是一個 心有靈犀 已經互通到說 我們已經是男女朋友的階段了 所以說其實也很難去斷定說 到底是哪一天 所以說當然 既然不知道是哪一天 就沒辦法過紀念日啦 那為什麼他們不會幫你拿包包呢 其實我認真的覺得啊 就是一個真正的男人 怎麼會幫你拿你的包包呢 我所謂的不是說那種購物袋 我的意思是說你自己在背的那種 可能是你背的那種 Dior的Lady Dior 或是你背小香的那種小香包 哪個男人就是會幫你這樣背著 看起來真的很沒有男子的氣概耶 而且我花了那麼多錢 買了一個我那麼喜歡的那種 你知道名牌包 我當然是要自己背啊 我當然是要搭配我的衣服啊 幹嘛給他背啊 他背起來就完全是不好看啊 那為什麼不喜歡過節呢 其實我覺得 與其說他們不喜歡過節 應該是說他們很不愛過情人節 在台灣的這個太多情人節了 有西洋情人節214 白色情人節314 還有七夕農曆7月7號 我真的沒有遇過幾個外國人呢 是會喜歡過214西洋情人節的 他們大部分的人呢都覺得 2月14號西洋情人節是一個被商人炒作出來的節日 你還是想過你每天都應該要是情人節啊 你就實在那天去買非常昂貴的話 他們就會覺得真的沒什麼意義 所以說呢 他們真的非常不喜歡過情人節 是不是打破了幻想 真的很不浪漫 那為什麼外國人吃飯的時候不買單呢 其實我覺得這一點呢 我還蠻難去跟台灣的情況 或是亞洲的情況做比較 因為我已經就是太久沒有在亞洲約過會了 所以我不太知道就是台灣男生 到底出去約會的時候吃飯會不會買單 如果你們有一些經驗的話 可以在底下留言跟我說嗎 因為我之前在台灣的時候是我大學的時候 那因為大家都還是學生嘛 所以說基本上吃飯的都是各副各的 那至於外國人呢 就是我覺得其實還是要看國籍啦 有國籍之分 但是因為歐洲啊 這十幾二十年來 就是非常的那種女權主義至上啊 男女一定要很平等啊 這些你知道這些之類的 所以呢 其實大部分的人呢 現在都是比較傾向於男女之間分開副 但是以我自己本身的經驗啊 我覺得真的是有國籍之分 如果是英國人的話呢 就是 絕對不可能 就是從來沒有遇過任何英國人呢 是會主動買單的 但是呢 我有遇過一些就是 像是俄羅斯人啊 意大利人啊 他們就是都是會幫忙買單的 所以我覺得其實還是要看人啊 有一些人啊 他們比較傳統一些啊 或者是他們本來就是你知道 就是比較有能力 那當然就是一定會付錢啦 但是英國人真的是不用想了 那接下來呢 提到這一點是給大家一個小小的提點一下 因為畢竟現在網路交友這麼發達 常常呢真的是需要出去跟陌生人約會 那當然呢第一次跟陌生人出去約會的時候 一定是建議要選在白天 還有就是一些人潮比較多的地方 像是很忙碌的咖啡廳啊 或者是吃午餐的地方 但是啊如果你在約會的途中 突然覺得說對方有點怪怪的 然後你又不知道要找什麼藉口 就是開溜 或者你也不想把這個場面 搞得太僵太尷尬 那在英國呢 他們有一個暗號 就是你找一個服務生啊 或者是Bartender 跟他說 喔我想要找Angela 英文是 I would like to speak to Angela 他們就會知道 你需要離開一個不太對勁的約會 那他們就會低調的幫你從後門啊 離開餐廳 或者是幫你叫計程車 讓你可以安全的回家 那因為畢竟我們人在異鄉嘛 不像在我們自己家那麼熟門熟路 所以呢就特地加上這一點 在最後提醒大家 那以上呢就是我目前能夠想到一些 和外國人交往的不同之處 那其實呢這個主題 我真的是可以拍好幾集 我真的是有太多可以分享了 所以呢如果你對這個主題感興趣 或者是你想要知道 更多有關和外國人交往的一些事情的話呢 請留言在底下 或者給我一個喜歡 那不要忘記幫我訂閱這個頻道 還要開啟小鈴鐺喔 我們下次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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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